我们在台湾过去二十多年 辛苦经营一个小道场 不大 有人要送给你 那个时候悟到死 一群四兄弟们 跟我讲 不服 要找律师上法庭打官司 我给他们客相投 决定不可以 为什么 这把佛的人丢光了 佛教徒和僧才差 哪有这种道理 决定不可以这样做法 佛只有失血 没有去抢争夺 我给他们讲因果道理 我们命里有 丢都丢不掉 命里没有 你得也得不来 就完全赠送 这个我们舍了好多次 我这一生 我这一生建的道场比较规模大一点的澳洲 给谁的 给物资卑的 给他们的 我不要我 通通通通是为你们建议 你们好好修行 只要真正修行 能出人头地 好啊 这就是报恩 哪有真的道理 哪有这种道理 这些人跟到我 现在相信我的话 越学越多 越真 罪业越重 尊到最后 读到阿比地狱去了 你说你冤枉不冤枉 记住啊 我们老家是极乐世界 不是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没有一样东西 你们谁爱 拿去啊 我欢欢喜喜给你们了 学服 一定要学会 于人无真 于事无求 他要真的 跟我们相争 完全给他 没有话说 我身后怎么办 佛菩萨照顾 他们有佛菩萨照顾 学期生命 我还是欢欢喜喜的 为什么 我回家了 到极乐世界去了 我怎么会不感激你呢 哪里会有怨恨呢 这才算是 有一点觉悟了 明白了 学老老实实 真理修佛的秘诀 成功秘诀 老实 要真感 学习 要求智慧 不求智慧 不走 视之便从的路子 要走 戒定会的路子 这就对了 视之便从 不能了生死 回归到老实 啊 老实 看到好像 在这个社会上 他常常吃亏 他最有福 你细心去观察 那 十年 二十年 他的成就 不可思议 他的真正佛宝 在晚年 佛法里头 就在日常生活当中 还是隐秘的深意 你忽然 见到了 见到了 发喜 充满了 不可思议 下定属 感谢观看